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欢迎各位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来谈谈这个人世间痛苦的根源到底在哪里 开始之前,请各位要不要按下订阅以及关注小铃铛 这样老师下次更新视频或是新的运势解析 您才能够获得通知哦 好,我们今天就来谈谈人身上比较负面的话题 各位,只要是人,大部分我们不能说正常人这种形容词 为什么?因为什么是正常?有手脚四肢就叫正常吗? 有眼而鼻而口声叫做正常吗?不,正常是什么? 正常是我们人类给自己下一个量产人类标准化的SOP制程 如果按照这个样子的标准 爱因斯坦他可以说正常,也可以说他不正常 为什么?因为他想的跟我们不一样 所以如何去判断正常二字 就是在于我们能不能接受变化而已 那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只要你是人类 你必然会有喜、怒、哀、乐这四大情绪 喜乐我们今天就不说了 我们今天就来直接面对人类心中的黑暗 怒与哀 人类心中一定会有负面情绪 就是老师也会 我是老师,我会生气,我也会愤怒 偶尔也会产生的怨恨 但是比较稍微不同的地方是在于 老师我处理情绪的速度比较快那么一点点 除了跟今天老师吵架,会比较生气久一点之外 其他的愤怒或是怨恨 只要一感觉到这些情绪的存在 就理解到该要如何代谢掉 所以老师跟各位一样,一样都会有贪、嗔、痴、痴 一样都会有情绪的波澜 不可能你的心境永远是海阔天空 一定会有祈福 就像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块土地 是永远的晴朗开明 总会有狂风暴雨 总会有凉爽之时 也会有难以置处的时间 如果大自然是这样 那么人类为何会要求自己 永远的心境光明呢 我们换个角度来看 如果我们知道天气即将狂风暴雨 你会不做任何准备 听天由命 还是做好防灾准备 把家小都安置妥当呢 这没有一定答案 但是人类的历史 或是以科学的角度来看 有做好准备的 远比没做好准备的 你的存活几率会是比较高的 人生也是一样 怒火中烧 恨意会就地生根 让自己痛彻心肺的时候 怎么办 无视它吗 然后就会没有事情吗 不 因为会痛 就是心中受了伤 那么受伤的时候 如果没有妥善的护理治疗 那么必然会让小伤成为大病 然后难以前进 为什么老师这么说 各位 你在身边应该都有听过 有些朋友会抱怨 因为前男友 前女友 前夫 前妻 伤自己 实在太深了 所以他不敢往前走 不敢再找下一个对象 真怕会再度受伤 等等之类的 或是说他在学校 或是公司受到了委屈 以后对于求学或就职有障碍等等之类的 这里面当然不一定都是台面上的问题 有些朋友真的是精神上的疾病 那么第一当然是前往专业的医疗单位 让医师来协助改善 精神病其实跟牙痛还蛮像的 为什么 因为平常没事 打丈夫 没问题 但是一旦发作起来 那真的是很要命 无论是要别人的还是要自己的 都是很难熬的 那么牙痛要牙医治疗 心中的仇恨跟疼痛呢 那么我们就必须跟治疗伤口一样 去检视一下 为什么痛 治病就要治病 跟身体的生理疾病如此 心理的也是如此 仇恨与愤怒 就是我们的一种心理生病的东西 我们只要面对他 护理他 治疗他 那么他就会权益 以老师的职业来说 最多接到的案子 就是什么 情商 无论是男女朋友 或是离异夫妻 我爱他 我对他超级好 我为他付出的一切 哪怕是青春金钱 或是任何的一切 我能给他的 我都给他了 但是为什么他要这样对我 老师 你能不能帮我算一下 他还会不会回头 他是否还爱我 他是不是只有一时的异乱情迷 以后还会回来的 当然也有人会去算 老师他的下场会不会很惨 他会不会有报应 他会不会下地狱 那么我们先讲讲这个爱恨的例子 爱有很多种 有亲情 有爱情 有友情 也有团体的革命情感 组织之爱 爱国爱党爱什么都有 爱不是只有一种形态 他虽然是一个字 但不能完全代表所有种类的爱 例如糖有很多种糖 盐也有很多种盐 辣也分很多种辣 爱也是一样 我们现在就是要谈谈爱 这个爱是两人之间的爱 无论是男女之爱 无论是同性之爱 这种爱只属于两人之间 而这种痛很痛 说真的非常痛 老师自己体验过 那我们来看看痛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可以讲很多故事 我们可以讲很多原因 更可以回想起这两个人 无论是彼此之间 或是过去之间生活过的点点滴滴 无论是过去的十天 十个月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对于被动 失去的爱情 我们都可以讲很多的故事 这故事中自己是多么的善良 对方是曾经的海事三盟 想起对方的好 又回忆起对方的狠心 或是第三者的狐媚 或是等等一切 这是人心 也是人性 我们在这些故事中 我们不评论对跟错 那么你能够列举出来的 其实也只在这段感情之中 极短暂的几天而已 是的 如果你除去了两人关系之中的形容词 两人彼此之间发生的事情或是火花 把所有的公时 我们把它做相处的公时算进去 最多只占这段关系内的10%到15% 要更多 很难 为什么 因为其他的工时间都在工作 上学 占据了大部分的时间 不是吗 就像老师一样 老师结婚十多年来 除了老师出去云游 老师跟定老师大部分的时间 都在同一个屋檐下办公 但是两个人真正彼此交汇的时间 也不是非常多 因为我们都有各自有各自的业务要处理 把事情摊开来 即使是十来年的朝夕相处 真正产生交汇的时间 除去吃饭睡觉 把真正相处的时间 时间碎片给他抽出来 大概也仅仅只有一两年的时间 甚至可能只有几个月的时间 而如果是其他情侣关系呢 其他夫妻呢 扣交要外出上班 通勤时间 真正回到家里 或是两人正在相处 又体断的不能再断 那么我们再往下深究 分开了 为什么还会这么痛 两人如果分手 大部分的状况 会有一方心痛 另一方快乐 极少数是和平分手的 一定还是有 但是 这种状况真的是少数中的少数 大部分的都是有一些的纠纷 为什么 各位有没有想过 因为失去了一方 你会心痛 得到的一方会快乐 分手的大部分原因是什么 因为一方找到了新的对象 要舍弃现有的一方 所以现有的人他失去了 回归到痛苦的根源 人生的痛苦我们可以从这里知道 那么不外乎就是老师过去讲过的 想要的你得不到 以及拥有的你又失去 单恋是痛苦的 失恋也是痛苦的 破财是痛苦的 因为失去了你可以支配的金钱 失业是痛苦的 因为你失去了职场以及收入 事业不顺 拥败了 因为失去或是得不到业绩 弱榜了感到了痛苦 因为你没有得到了功名 那怎么办 痛苦是实际的 因为真真切切让我们感到痛苦 愤怒是真实的 因为我得不到 那么我们再把这个关键 我们再把它浓缩一下 就是两个字 得与失 得失于心 虚拟之间 爱恨之际 得之令无喜 失之令我悲 那么你现在会不会因为 没有鸡木跟洋娃娃可以玩 或是没有朋友 一起跟你打篮球 打电动 你感到了 凄凉被苦 在我们年幼的时候 我们的玩具 假设被父母没收了 我们哭得鬼哭神豪 玩具坏掉 我们伤心欲绝 上学的时候 同学不理我们 我们心慌意乱 种种的一切 我们并不是现在才痛苦 我们曾经都有很痛苦的时候 那么为什么过去的这些玩具 这些同学 这些洋娃娃 不能让我们再感受到痛苦了呢 而是我们经过了岁月吗 是的 我们经过了岁月 我们看了更多 我们不再为那些事情伤心了 因为我在意的事情越来越多 各位 了解一件事情 我们都是喜新厌旧 我们都是建议思迁 不是吗 不是我们变坏了 也不是人性这么的邪恶 而是我们比较出来了 什么样的人事物 可以让我们更快乐 我们因为现在被动 逝去的爱情 而感到了痛苦 但不会为了小学 曾经互相喜欢的男生或女生 他现在几十年后不在我们身边 我们感到怨恨 那么就印证了佛家的一段祭言 哪一段呢 身如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情浮时 何处热尘埃 当我们继续前进 不断的面对人生的历程变化 当新的景色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那么旧的仇恨又在哪里 曾经职场里面的耳鱼我诈 勾心斗角 当你离职十年之后 对于当时的宫斗 你又作何感想 明心而后见性 逝去的人事物 犹如腹臭的鸡蛋 臭不可闻 即使再把这些收回来 得到的你也只有恶心 不是吗 那么我们为何要怨恨一个 我们已经不开始使用的人事物呢 仇恨与痛苦 都是因为你还在意 当你不要的时候 这些让你心痛的东西 让你仇恨的东西 就被历史的清洁队 一次的就收走了 而随着时经演进 有一天我们最终还是会明白一件事 是什么呢 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非胎 本人爱无一物 何处惹成爱 我们失去的东西 都是我们一开始没有 本来就不是我们的 那么我既然都不是我的 我一开始就没有的 那我又何言去失去呢 各位 您说呢 感谢各位今天收看 若您需要老师的专业命理咨询服务 下方有老师的咨询须知 以及联络方式 要仔细看过再咨询哦 下方也有老师于台湾以及中国还有海外的周边商品卖场连结 若您需要可以前往选购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 这一期见 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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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